哈喽大家 在前段时间我们有做过这样的卡包 Carvey的卡包的一些评测 那我们当时测试 一边是可以放7张卡 也就是两边14张卡 或者一边放7张卡 另外一边作为纸币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三折存放 作为一个非常简单的 在小包里面替代钱包的一个方案 在这一期发出去之后 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 这样的卡放进去之后 你不太能知道 到底哪张是哪张 可能拿取的时候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会有人觉得这样的卡包 更像是名片夹 名片包 比如说里面盛装自己的名片 然后给别人发放名片的时候 可以打开来给别人拿一个 所以不太必要 我必须要知道哪张卡是哪张卡 哪张卡是第几张对不对 这是Carvey的卡包 那今天呢是彼岸卡包 那是国内的名字 叫做彼岸系列的卡包 对看一下 非常粉嫩的3Q樱花粉 用了Cover My Soul 山羊皮 山羊皮 关于这个皮革呢 我们一会儿再聊 我们先看一看它的这个卡包的容量啊 或者我们想要测评的一些数据好不好 那首先呢 用它做名片包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如果用它做卡包的话 至少它在拿取卡的时候 看起来是不是方便一些 对比一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中间这部分的位置啊 那因为中间的这个设置不太一样 所以呢 在拿取卡的时候 这种方便程度也是不同的 既然它呢 要比Carvey要更专业一些 那我们尝试一下 它能放多少张卡 好吗 同样呢 在家里面找出了这么多的卡 平时我们家存放卡 这题外话的 存放卡的是这样的一个 成装卡的容器 或者其实也是一个 存放名片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本子 那这样的本子呢 和它们的区别 就是你完全知道 哪张是哪张 很容易拿取 但是呢 它只是存放 它并不是便携的一个装置 所以如果我们要出门的话 还是会选择这样的卡包 对吧 嗯 我们先来 九张 九张卡 九张卡 放进一边 这卡片呢 是不均匀的 动用的意思吧 这个是没有那么 一致 就是从侧面看起来 能够看得出来啊 好像有的卡会厚一些 有的卡会薄一些 同时呢 有些卡因为 像银行卡 它上面会有一些压印的数字 所以呢 让卡的这个 占地呢 会变得厚了一些啊 所以这是放了 一边的卡的样子 上面这部分呢 是基本上是按照 最高的这个容量 存放了 九加二 一共十一张卡片 那这边呢 同样也是可以放这么多的 我们看一下 放这么多的话 它能不能扣得住 哎 好的 看到 目前呢 是下面九张 上面两张 十一张 这边也是一样 一共十一张卡片 这样的厚度 想要把它对折呢 首先要把它往里面 装一些 让中间呢 有一个空间可以扣得上 OK 所以这是乘装了 二十二张卡片 作为一个专业的卡包 二十二张卡片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容量了 而且这些卡片 都是厚的那样的卡片 并不是 简单的一个很薄的 这个 明片纸 这样的一个厚度 好的 依然是可以扣得上的 但是呢 像大家所看到的这样 多多少少 感觉会有点勉强 这样的用法 多少让人有点心疼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给它再减减负 好不好 这是它的最大容量 就是 二十二张卡片 因为这样的卡包呢 它每一面 其实是有两层的 上面这层呢 是薄一些 下面这层厚一些 我们这次再放的时候呢 给下面放七张 然后呢 上面放两张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这边呢 是放了九张卡片 这边同样 所以呢 现在是盛装了十八张卡片 它的外部的一个外观 看起来呢 是 完全可以胜任的 对不对 它一边放 六张卡片 另外一边 我们不放卡片了 那 只要是这个数量以下的 我们都觉得 它是正常使用的 现在呢 一边放了六张卡片 我们另外一边呢 放一些纸币 同样给它三折 然后呢 放进来 这边呢 同样也是可以放一张 比如说公交卡 或者我们的门卡 或者放两张 都可以 这边呢 正好是它logo的位置 OK 所以在盛装了八张卡 和一部分的纸币之后呢 它是这样的造型 我们给它合起来看一下 不得不说卡包还是要用啊 在盛装了卡片之后呢 它的整个手感 也会好得很多 看一下目前的外观 里面呢 就已经是 又有现金 又有卡片 更接近我们日常使用时的样子 那拿取卡片的时候 会不会方便呢 比如说我打开之后呢 需要在这些卡片里面 找出其中的一张 那直观来说 我觉得是要比 Curvey的卡包要方便一些 那Curvey的卡包在两边都装了卡之后呢 当你在拿取的时候 还是要留心一些的 有可能会掉落 或者是你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当然这个技巧不是那么难掌握 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同样是可以拿取的 会觉得还是专业的卡包 会更容易拿取一些 至少呢中间它这个位置 留的这个空余的部分会比较多一些 给守更多的操作空间 好的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评测 比如说它能盛装多少张卡 一般来说 它的这个正常的容量是多少 以及如果是一边现金 一边放一些卡的话 它的外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卡包呢 是一个TQ的卡包 我们刚才有聊到它的颜色 是3Q樱花粉 非常粉的一个颜色 TQ是2015年 所以到现在为止 如果正常使用的话 也有4年多的时间了 这个皮革呢 是THAVER MY SOUL山羊皮 那就我的观察呢 整个山羊皮上 并没有任何的会觉得 比如说划伤 严重的划伤 或者严重的磨损 伤及皮革 那在这么长的使用之后呢 让我们感受到的 首先是外部的涂层 有一部分脱落 那首先这个樱花粉的这个颜色呢 它的颜色涂层还是比较厚的 亮度也比较高一些 那到现在为止 像这些比较突出的位置 比较边角突出的这些位置 会有把颜色磨掉了 露出了底部的比较深的 这个山羊皮革的颜色 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的 颜色的脱落 包括这样的边角位置 第二点呢 是它的边油部分 我们经常聊到 边油部分也是消耗品 对所以在正常的使用过程中 尤其像卡包 可能经常会和一些尖锐物品 或者比较硬的物品放在一起 使得它呢 边油消耗的也相对会比较快一些 在边角上会感觉皮革呢 有些想要张开啊 但是这个就整体还好 看得出来磨损 但并没有让它张开到那么严重 另外呢 是缝线的部分 我所看到的啊 边油和缝线呢 是每次皮革到达工匠手上之后 它都会重新再检查的原则上来说 是这样啊 在它的这些啊 之前就有经验 钱包的这个位置 也是经常容易断线的部分 这个都不用太过担心 到专柜重新做一下SPA 嗯 就会把这些部分都修复好 那这个卡包的主人呢 我觉得未来如果它买到之后呢 可以大概用个半年左右的时间 再去专柜重新做一下回炉 给它做一些补色 做一下边油 做一下缝线 整体的健康状况就会好了很多 好的 今天呢 就是这只山羊皮的3Q樱花粉的 Beyen卡包啊 Beyen系列的卡包 很有辨识度的H-Code 非常仙女的颜色啊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